《鳳凰寶珠的解密之路》 《藏地魔國的終極傳奇》 《鬼吹燈第四步》 《噴雷實攻》 正在開口 我和Shirley 相約過之後 於是重新分配一下 我們現在剩下的子彈和槍枝 原本我手上的雷鳴燈雖然保存得很完好 但是子彈已經全部能打完 所以未至槍也被暫時變成了燒火棍 沒有用 現在剩下的只有一支步槍、兩支手槍 還有很少量的彈藥 看到這樣的裝備 我的自信心當堂又打了折扣 但是事到如今也唯有安慰自己 這座火焰山我們肯定過得去 這就唯有硬著頭皮向前走 Shirley 你看這扇門 門上面那兩隻眼是閉著 跟我們以前見過都不一樣 那你說 對著這樣的機關 我們應該怎麼做好呢 嗯 Shirley 看著眼睛就半隻眼瞎 增開那部分 背景上面都多了一條黑色的很毛的人影 咦 那什麼意思呢 難道這條就是天然隧道的秘密 哎呀 太危險了 好彩 剛才你才沒有失失暈暈地走進去 原來這條結晶礦石形成的隧道 就是傳說之中的邪神大黑天激雷山 這個進入惡羅海域祭壇的唯一通道 並沒有差路的 只要進去的人都要閉著眼 手過身 如果一旦在隧道裡面 睜大眼 那就會 就會發生一些很可怕的事的了 Shirley 你說這條隧道有什麼古怪 還有 你看看它的浮雕 門上面的浮雕 對眼是閉著 以前我們見過的全部都睜大眼 那究竟表示什麼呢 你看看它的背面 背面是不是也有對閉著的大眼 被Shirley一提醒 我馬上打到門 向門後面一看 果然 在門後面 也都是丟著兩隻很大隻的眼 他們的雙眼 也都是閉著的 我明白 我明白它的意思了 實在太危險了 幸好剛才你們不要失失雲雲地走進去 這條用白色的結晶石 形成了天然石洞 裡面肯定會有什麼古怪 它現在只是給我們一個警惕的 這件事又籠統又模糊 好 我想 如果到了人的身上 他們可能會即時釋放在洞裡面 關押了幾千年的邪神 至於 究竟它睜大眼之後 會不會先看到什麼呢 這本史記那裡 就根本沒有記載 所以 按著這裏的提示 任何進入這條隧道的人 都一定要閉上眼 這樣才可以走得過 如果在隧道裡面 又被我抹大了眼 那就會 那就會發生一些很可怕的事 Shirley 如果在一條白色的結晶石隧道裡面 抹大了眼 那會發生什麼呢 那我就不知道 石門上面的內容 只是起到一個警示牌的作用 太籠統也很模糊 究竟睜大眼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呢 石門上面並沒有相關的記載 但是 傳說大黑天激雷山 是控制著礦石的邪靈 這個當然就是神話傳說 就好像 雪崩之神是水晶自在山一丈 不過 我想 建築這段隧道 很可能是一種含有特殊元素的結晶岩 我們人體還有很多秘密 尤其是對眼 有些很微弱的生物店 舉個例來說 有些人對人家的眼光很敏感 甚至有些人在背後看著他的畫 都會讓他發覺 這種微妙的感應 就來源於生物店 我想這條白色的隧道 一定也很不簡單 如果走過過程裡 在這邊真的睜大眼的話 就會受到一些元素的影響 輕 即喪失神智 重 可能就沒有命 按照Shirley的意思 即是說 如果走入這條隧道 今天必須保證 在到達祭壇之前 絕對不能夠睜大眼 如果不是後果就不堪設想 我想他這樣的推斷 是從科學的角度考慮 雖然難免好像似乎有些主觀一點 不過 無論大黑天激雷山究竟有什麼 入鄉隨俗 想順順利利地過去 最好 將我按照古時候的規矩來做 這樣就保險一點 不過閉上眼睛 等於你好像瞎了這樣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穿過隧道 是非常冒險的 而且 無論誰都沒試過有這樣的經驗 不過我們商量過之後 決定還是沒有冒險 由肥仔船打頭陣 將那些步槍 那些子彈全部都退出來 然後 倒轉當在地上那裡 當成盲功足用 明叔 阿鄉 就走在相對安全的中間 那又不需要爬山洩水 阿鄉自己勉強都可以走 而我和Shirley 就走在最後 我依然擔心 有人會頂不住黑暗帶來的壓力 在半號中途 張大眼 這樣就真是累死街坊了 於是 在進入石門之前 我又另外想多了一個辦法 就是用膠帶 將每個人對眼全部都貼緊 這樣才動身 由於我們的繩不夠 所以 後面的人 就只好扶著前面的人的肩頭 五個人連一拳 緊緊地貼著隧道左邊 一步一步地摸索著向前走 哎呀 這個地方啊 鬼痴神神啊 哎呀 不行啊 不行啊 喂 明叔 明叔啊 不要出聲 你越出的聲多 可能 四周圍睡著的東西 他還會容易發現你 聽見你 然後就走過來 哭你啊 哈哈 我不出聲 我不出聲啊 我們終於一起閉上眼 走進了那條隧道 奇怪 剛才那些 叮叮噹噹噹 聽到令人心驚肉條的腳步聲 為什麼全部都沒有了呢 大家不用奇怪 我跟大家說 以前 我在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時候 在科羅拉多大俠谷的谷底 也曾經發現一種 可以自己發出聲音的結晶石 裡面的聲音更奇怪 他們有 好像風雷雨電 這些自然界的聲響 還有人類的哭 笑 野獸的咆哮 這些聲音 不過 那些石 就要將耳貼在上面 才可以聽到 所以當地人 就將它們稱之為 聲動石 我想 這條隧道 可能也有類似這樣的物質 所以才干擾大家的聽覺 照大家專心自治 不要受外界的影響 一步一步地 閉上眼 向前走 那我想 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我明白 Shirley說這番說話 是為了安慰大家的 但是 可惜 道理可能一講著名 不過 大家對黑暗 本身是一種很本能的畏懼心理 雖然 眾人都是一邊走 一邊聊天 不時間 還相互間提醒 千萬不要睜大眼 不過 行禮行虛 誰都不知道 現在走多久的距離 距離隧道的進途 還有多遠 尤其 當你聞到隧道中的那些潮濕 又腐臭的氣息 已經變得越來越濃 山壁 後來的冷風 也越來越洗人 和雞皮起曬的時候 人 就會感到越來越壓抑 越來越煩躁 有此地說 這條什麼隧道來的 你越走越冷 老子現在全身上下 跳跳漢墓 都輸了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不見的 一船 你坐什麼 你越坐越難行 你給我安靜點 是 老大爺 巴...巴伊 起雄 小姐 尿更更疏 又被人這種 叮了你眼的感覺 教導人很舒服,我現在也有,似乎黑暗之中有人盯著我們看,你有什麼感覺? 是不是周圍前後、左腰都有人盯緊我們? 是,是有這種感覺,但我覺得這種感覺是因為我們閉上眼睛看不見,所以才有這種錯覺。 我想這個山洞,周圍應該什麼都沒有。 就好像響應Shirley的說話那樣,就在這個時候,四面周圍,忽然之間就出現了另外的一些響聲。 尼門又沒有聽到,這是什麼聲音? 這是什麼聲音? 喂,是兒子,不對勁,好像似乎有些聲音似的。 其實我都聽到了,我甚至很清晰地感覺到,似乎是蛇群不斷地四面八方,放在那邊游過來的聲音。 甚至我還可以感覺到,有些毒蛇正在猛地噴著他的毒霧,套緊他那條舌。 情不自禁地,走在最前邊的肥仔船,亦都停下了他的腳步。 尼門後,從來的時候,我只感覺到,蛇群愈來愈來愈來愈到了! 是蛇窩,喊了! 笨 renewable товарищ,自賓咲! 喂,我們怎麼辦?怎麼辦? 這個時候,我自己的心都很緊張, 我甚至真的有些幾乎想拔腳而逃的感覺, 但是,這陣子自己的手指已經開始發麻, 而雙腳亦都好像不是自己那樣, 好像忽然間連雙腳都消失了那樣。 我忽然間懷疑,這段通向祭壇的隧道, 是不是故意撤下了一個陷阱呢? 在隧道裏面,不停地有東西干擾著你的視覺、 聽覺、觸覺、臭覺、甚至味覺, 接著就會使人產生疲勞的感覺, 使人只覺得四肢酸麻, 使人原本敏銳的感覺,不能變得遲鈍, 而那些好像鹹魚一樣的腥臭氣息, 腐爛氣息,還有現在那些毒蛇, 遠遠來的那些觸感,也會使你的心越來越亂。 這陣子,原本為了保險起見, 在眼上貼著膠帶,使得我們根本沒有方向感。 一旦過於緊張,稍微離開隧道的牆壁, 很可能你已經調轉了方向,你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前進的參照物,我們完全感應不到。 這個不是儀器,但是,就算是這一點, 我們也不敢輕易撕掉膠帶,去看看隧道裏面, 究竟現在有些什麼。 各位,各位,自古華山一條路,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除了膠帶, 那可能馬上又會栽禍降臨在我們大家的面前。 我想,現在唯有,就是無論發生什麼, 都要靠緊左邊的牆壁,千萬不要離開。 第二,誰都不准擅自扯了眼罩,扯了膠帶, 也不要自己嚇自己,亂了自己的陣腳。 現在不是說亂不亂陣腳的問題。 Sherley,你也不要講那麼多大道理。 這個山蕩裏面有蛇,你們聽不聽見? 似乎蛇不少,再不脫膠帶, 可能就要被蛇咬出人命來的。 難道我們就這樣白白地等著被蛇包圍我們, 吞咬我們嗎? 講明先,我便救了皮糙肉口, 要我打前陣,這樣就不要緊, 我打完這個頭陣,伸線事出, 替大家打了血路。 但是,靠我這身肥肉捱得多久? 被毒蛇咬得多膽? 那我這個肥肉就即時變死了。 現在我們這五個人,就等於五個萬人, 要在這條隧道裏面,又有毒蛇,又有其他不知的危險, 這樣的包圍之下,要走得出去的話,恐怕真是奇蹟。 是現在,我們基本上的處境,就好像一塊放在砧板上的肉, 等著被人撕,等著被人咬,等著被人咬,等著被人咬。 我一提醒之後,連明叔他們整班人也拼著呼吸, 很安靜地聽著四周圍的動靜。 有人說,盲了眼的人,他的耳力就比上人要利害幾倍有多, 因為身體一個機能喪失了,一定會在另一個機能那裏強化。 不過,我們現在只是自己遮住對眼,不是真的盲。 所以,不知是暫時將全部的心神都集中在耳朵上, 還是在這條白色的隧道裏面,有獨特的,能夠產生達殊音響的效果。 總之,那些哪怕最細微的聲音,在這個時候都似乎被無限地放大, 聽得格外之清楚,聽得格外,令人覺得很不安。 我仔細地聽,這些毒蛇,似乎並不是很多條, 只不過他們的聲音,被這條隧道無限擴大了很多倍。 聽聲就已經知道,社群似乎正是迅速向我們靠近, 不知道前面那幾個人,感覺如何。 總之,來得我最近的Shirley,已經有點震。 蛇輪那些摩擦的聲音,和毒蛇吞吐舌舌的時候, 發出的毒有的金屬的聲音,都不同於任何其他種類的蛇。 這種蛇,我和牠都很熟悉,只有蒸絕過的黑蛇才會有。 在沙漠裏面,我們見過一種身材短小, 但是頭頂生出個玉柳那麼怪眼的黑蛇。 牠的攻擊性非常厲害,而且奇毒無比,咬到人任何的部位,都要在短短幾秒之內,就會使人獨發身亡。 去新疆參與效果的那位隊員,他們死在扎格拉馬山谷的時候,那種殘酷的情景,到現在,都依然, 像刀那樣黑下在大家的心頭,你想忘記,似乎都忘記不到。 我們真的怎麼都猜不到,在惡羅海城的神殿裡面,才會知道, 古老的魔國,也曾經存在著這種,給他們機會,正見阿含的黑蛇,這些黑洞的守護者。 怪不得想我們閉上眼,然後才可以安全通過這條隧道,誰猜得到,原來會有這麼多毒蛇。 我想在沙漠將我遭遇,你稍微精神不是這麼集中,斬眼的時間,毒蛇似乎已經來到你腳邊, 而大家的呼吸,也就跟著,變得越來越粗重。可想知道,緊張的心情會是怎樣呢? 大家還看過石門上面的警告,上面寫著,絕對不可以省大眼。 喂,如果真的那些頭頂,生了個大肉眼的黑蛇,以牠們的谷径性,早就應該撲過來咬人了。 但是聽些聲音,這個蛇群的移動速度不快。 那我們不如再等下,不要脫眼睛上面的膠帶。 世間上有不咬人的毒蛇,除非牠們剛剛吃飽了。 咦? 不是吧,一說到毒蛇咬人,我忽然想起,在正絕古城裡曾經見過的壁畫。 那些壁畫裡面,描繪了毒蛇咬的奴隸的殘忍場面。 那些奴隸都是很無助,也都很尊鬱地燈緊對眼。 沒錯了,好像所有被蛇咬的奴隸都是燈大對眼那樣死的,他們似乎是死不瞑目。 不過,幾十幅的壁畫,描繪的所有不同的人物,都是同樣一樣的死法。 難道這是巧合,或壁畫裡面本身也有特殊的含意呢? 這些情境,忽然之間,在我腦海裡面不斷地閃來而閃去,隱隱若若,我似乎感覺到, 說不定,只是因為我們沒有睦大眼,所以周圍的毒蛇,才不是攻擊我們。 而黑蛇頭頂那個玉柳的怪眼,他是專門感受到,生人眼裡面的生物電, 然後感應到眼裡面的生物電,他才會發現目標。 所以,在白色的隧道裡面,你才絕對不可以睦大眼。 這個難道,就是大黑天激雷山的秘密? 你的念頭,雖然在我腦海裡面一閃而過, 但是就更加堅定了自己,不要睦大眼的信念。 我於是馬上將明叔的右手一夾住,另外,就將他另一隻手塞給肥仔船, 要肥仔船和我一左一右,將他夾在中間。 你們幹什麼? 不是又我去威賭社,替你們做彈箭牌嗎? 你這個這樣的明叔。 我打算,做你一爺,娶你媽,生兒子來做你爸爸。 不是,我亂說而已。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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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豬蛇,爬上來我的腳面,怎麼辦? 別動,別動,別動,你說不動,就不動了 乾杯! 今晚,好健碩!